三国争霸,英雄辈出,其中不乏长相俊美的人物,除了之前盘点的五位以外,余下的人物还分别有谁呢? 六,刘婊 史书记载写道长八尺鱼,自貌甚伟,这句话形容刘婊不仅长相帅,而且身高约今天的一米八五,且还贵为一方诸侯,明显就是高富帅的代表 七,巡淤 曹操仗下第一文臣,史书用了风姿其美,其人唯美,清秀通雅,又有仪容等各种美貌的词来夸赞他,可见他是真的帅到连不同史书都要换着词来赞美他 如果说周瑜是将军的帅,那巡淤就是明星的帅了 八,崔眼 曹操手下的谋士,史书记载他是体态雄伟,相貌俊美,美虚然,是曹操军中少数长得帅,官又高的人物 曹操接待匈奴使者时,因担心自己颜值不够,更是派遣崔眼这个高颜值的去接见 能获得曹操的首肯,可见崔眼的颜值之高 九,何燕 何燕是大将军何晋的孙子,史书记载他美滋疑,面质白,说的是他脸长得很美,皮肤很白 曹操一度以为他的脸上抹了脂粉 直到有次请何燕吃面,何燕吃了满头大汗,于是曹操便帮他擦汗,擦完却发现何燕的脸更白了 十,姬康 史书记载姬康身长七尺八寸,美瓷器,有风仪而土木行骸,不自早逝,人以为龙张凤姿,天至自然,是中国四大美男之一 而且他还擅长琴棋书画,见过他的人都称赞他的美貌及才华 以上便是长相俊美的十位英雄盘点 你喜欢谁,原因又是什么?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